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泰拉达米拉 出生于1988年 在2017年之前 叫沃夫克奥克萨纳 当时他从圣比德堡前往西班牙 在芬兰机场转机居留当天 芬兰政府向俄罗斯方面通报了此事 特别是芬兰方面告知我们 逮捕的依据是国际刑警组织的逮捕证 12月17日 俄罗斯领事官员探访了在万塔监狱的泰拉达俄罗斯外交师团指出泰拉达称 美国指责他在美国生活期间 2013年至2016年 违反了美国在打击毒品传播和洗钱领域的立法 他否认自己有罪 因此 芬兰政府根据芬兰和美国之间的罪犯 互相引渡条约 要求美国方面提供能充分证明这些指控的证据 在研究这些证据后 芬兰司法部将决定是将这名俄罗斯公民押解到美国还是释放他 俄罗斯领事馆补充称 美国方面提交补充文件截止日期 是2019年1月29日 俄罗斯联邦外交官表示 已经为这名俄罗斯公民请了一名律师 他可以致电大使馆和自己的亲属声明中称 对俄罗斯女性公民生活条件的核实表明 条件符合全欧标准 可以在芬兰普通的医疗机构 接受医疗护理 包括专门护理 他没有向俄罗斯领事工作人员投诉监狱人员 俄罗斯领事馆也要求芬兰特别关注被拘留者的身体状况 因为他曾在一次车祸中受伤 俄罗斯联邦外交官会继续与芬兰政府联系 向被拘留者提供必要的领事帮助 编辑HHJ 吉都管关注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